國民黨應該檢討一下 因為這九家民調當中 有三家這個被柯批 他的代表就是關智宇 他們就是民眾黨代表刪除了 但是你看到這三家民調 你注意到這三家民調 匯流 然後他們的四星 還有TPP內參 就是求證民調 三家御用的民調到好到齊 對啊 我就不懂你們為什麼要用這幾個 他們同意的 所以所以他們的 這個網路上不遠心 來在罵國民黨 你幹嘛去讓 那三家就被他挑除掉 那三家剛剛你講 你們讓半天還被人家豆腐吃到夠 對 就是這樣子白吃 所以我就說非常的火大 然後有這樣子 贏了 還要贏了 然後你又這樣子 用這麼骯髒 卑鄙 卑鄙的手段 你要嘛就不要合 說整包 耍怎麼建造 那就不要合了嘛 然後你們為什麼要 那為什麼要跟... 競平你為什麼要跟你口中所說的 骯髒 污測 污秽的人 你們要繼續合作 所以我不是認為不要合 國民黨為什麼會這麼沒有骨氣呢 所以蕾德哥我同意你的說法 問題還不在這裡 我很少在節目公開說我同意你的說法 這一次我跟你講 我希望不要合 真的不要合 不要做賤自己 把自己的臉貼柯屁的屁股 還要拿這個衛生紙自己擦臉 不是擦他的屁股而已 這個叫賤 這個國民黨這樣子叫賤 我再講一次 這賤的可以 國民黨不要賤到自己去 貼民眾黨的臉 你代表的是 黃敬平個人的犧牲 不管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好友 我代表國民黨了 我揪我自己的立場 我認為不要跟民眾黨和開戰 敬平加油 敬平加油 自己選開戰 其實在禮拜五下午 前天就傳到南營內部 下午就收到消息 就趕快連續韓國瑜 那等一下 我也跟大家講說 韓國瑜這個排的不分區的 這個Mega 也是牽動了這個藍白河的問題 然後到了昨天11月18號星期六早上 其實韓國瑜那時候還沒有答應 接受國民黨要勸他 要請託他加入這個 藍營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原先是跟韓國瑜說排第15名 那想說他到時候藍白河的話 幫忙衝政黨票 就是侯科 或者是科猴 然後這個韓國瑜可以幫忙衝政黨票 那可是到了這個前天的 昨天的禮拜六 11月18號的中午 那朱立倫在打電話給這個韓國瑜 那因為韓國瑜本來一直不答應 然後他的這個韓國瑜的友人 也勸韓國瑜說 你現在不是幫誰 是在幫國民黨 那而且昨天早上 18號早上 已經知道藍白不合的 這個破局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中午他們就跟他講說 有可能藍白不合 會有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再不答應 可能那種 大家就是一起 就是一起搭 那所以後來他昨天 禮拜六中午 11月18號同意 所以朱立倫 11月18號禮拜六 就是昨天下午宣布韓國瑜 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 然後這個排序第一 然後今天也這個開記者會 請韓國瑜到這個黨中央 來一起亮相 那我就跟大家講這個 藍白和破局的這內幕的過程 48個小時 藍營之道的消息 和民眾黨的一些狀況 你就知道說 那個梗是這樣慢慢慢慢 鋪陳起來 那這個是當時這個昨天在公佈了這個民調 這個不肯簽名 上面沒有民眾黨的代表 關志宇 就求證民調總經理 所以裡面當然也有提到 你注意看喔 這裡面不是有在講民眾黨代表認為 印以柯文哲主席一直以來的 這個主張的三趴誤差 然後隨機取樣 1068這個是統計學上的 本來他的數字 不是你發明也不是我發明 更不是柯P或者是朱立倫發明 在座有很多媒體觀察先進 然後包括這個蘇培也是議員出來 那都知道這個1068 就是統計學的樣本數 那你在往上就是兩千 兩千多三千三千四千 越樣本數越高 你的那個抽樣誤差 就是越來越小 就正負百分之三 如果你到了兩千三千以上 就會變成正負百分之二 如果你到三千四千五千份的 樣本數的話 可能就百分之 正負百分之三的一點五一點多 那結果信心水準 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五 這也是固定的 然後抽樣誤差為百分之三 那民眾黨說 這樣的一個狀況 沒錯啊 沒有人說 不讓幾趴幾趴 三趴五趴六趴 從來沒有人講 當時十五號 禮拜三簽了這個協議 也是說在誤差的這個範圍內 好 今天柯P也好 他蠻聰明的 我覺得他就是讓國民黨 陷入這樣的一個困境裡面 誤差 你要不斷的去講 你在講的時候 你在說明的時候 就已經輸人了 因為他已經掌握的話語 跟網路的傳播 所以你看 Peggy再來這個臨門一腳 怎麼樣怎麼樣電話 他說什麼什麼 這個幫這個柯文哲解釋 他寫的漏漏燈 所以你看 我就大概這個請製作單位 幫我列印一下 寫不完 他主要重點就是說 他幫這個柯文哲 這個接了電話 然後電話怎麼樣 那柯文哲不是拒接電話嗎 那你等於 我覺得我就要質疑陳貝啤 你在幫柯文哲說謊囉 你在幫他 因為你那一天晚上 不接就不接 不用講那麼多了 對 煩不煩 那你在講這些有的 你們還期待要和 但是不敢講難聽話 你的媽媽是這樣 就是他的婆婆 那你是這樣 然後你的 那就是小姑吧 就柯文哲的妹妹 你的小姑也這樣 你們全家人都這樣 這是柯門一門英烈 這樣的一個科學 好 柯文哲說 他一直在講 就國民黨要讓6%怎麼樣 這個6的數字 國民黨我問過一輪 從朱立倫到侯友宜 到馬英九到蕭旭城 從來沒有一個人 從十一月十五號十六十七十八號 講出這6的數字 剛剛我在上節目前 那個蘇北議員跟那個 對的哥說 我不要激動 我是說 因為這個數字是柯文哲 自己講出來的 他很聰明 他先帶著話語錢 然後後來記者會 昨天在問他的時候 你看他就避重就輕 讓這個陳志涵 去回答記者的問題 然後陳志涵就一語帶過 就不要陷入這個6 因為沒有人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告訴他6這個數字 你要說他自己算什麼 勝負百分之三 加三減三 但是民眾跟年輕人也聽不懂 一般的民眾也搞不清楚 好複雜 我們今天不是在跟大家算 這個大眾統計 或傳播統計學 可是至少柯文哲自己說過 他自己說過 這個什麼民調怎麼樣 你們梗圖已經做出來了 是不是 這是那個鄭克爽的網路 他做的梗圖 我們的梗圖不會做到那麼多字 那他們做出來就這樣講柯文哲 就是等於言下之意說 柯文哲你自己答應了 然後你自己又這個反悔 然後這就是你的科學 教科書上面 剛剛我們給大家看那個民調 六份有三份被這個剔除掉 那剩下六份 原來按照一般的統計學是五比一 但是按照科學 科士的科學統計學的話 就變成三比三 好 我最後也舉出這個不遠的新聞台 他裡面有提到 剛剛那個東豪哥所講的 第一個呢 這個你看 什麼民調規則 十五日的協商 這個柯文哲拿到這個 就是剛剛講民眾黨公職民代 還有民眾黨這些黨內人員 沒有保障 所以要逼阿伯翻桌 那你再看這個第二個 這不遠的新聞台寫了 那到了這個第四個一樣 這個柯文哲現在說不公平 但協議已經簽了字了 那這些浪 別人浪都不算浪 那你自己的浪就是浪 那你現在就要解讀 要搶籃的這個票 接下來你看 第五個這個浪6%是民眾黨一波成功的反擊 他也跟我看法一樣 就是等於很簡單的這個煽動政治口號 也大概就民眾黨支持者嗨 但是非民眾黨支持者會注意的 還有包括藍營的支持會是怎麼樣 柯文哲你又返回了 那綠營的這個反應一定會說 再來啊 他帶就知道了 他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這是我自己設計的綠營的這個制作對白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應該要檢討一下 因為這九家民調當中有三家 這個被柯P他的代表就是關志宇 他們就是民眾黨代表刪除了 但是你看到這三家民調 你注意到這三家民調 匯流 然後他們的四星 還有TPP內參 就是求證民調 三家御用的民調到好到齊 對呀 我就不懂 你們為什麼要用這幾個啊 對 他們同意的 他們就會剃除不利於他們的 這個網路上不遠省來 你在罵國民黨 你幹嘛去讓 那三家就被他挑除掉 那三家剛剛你講 你們讓半天還被人家豆腐吃到夠 對 就是這樣子白癡 所以我就說非常的火大 哪有這樣子贏了 還要贏了 然後你又這樣子用這麼 骯髒 卑鄙 卑鄙的手段 你要嘛就不要合 說整包 耍怎麼建造 那就不要合了嘛 然後你們為什麼要 那就弄成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跟 敬平你為什麼要跟你口中所說的 骯髒 污租 污秽的人 你們要繼續合作 所以我認為不要合 國民黨為什麼會這麼沒有骨氣呢 所以惠德哥我同意你的說法 問題還不在這裡 我很少在節目公開說 我同意你的說法 這一次我跟你講 我希望不要合 真的不要合 不要做見自己 把自己的臉貼柯屁的屁股 還要拿這個衛生紙自己擦臉 不是擦他的屁股而已 這個叫賤 這個國民黨這樣子叫賤 我再講一次 叫賤的可以 國民黨不要賤到自己去 貼民眾黨的臉 你代表的是黃近平個人的犧牲 不管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後友 我代表國民黨了 我就我自己的立場 我認為不要跟民眾黨合 開戰 近平加油 近平加油 自己選開戰 就自己選啦 問題是柯文哲的公式還沒結束 剛才近平拿了六份 六位民調對不對 民眾黨的梗圖開始在做什麼之後 他們拿國民黨的內餐 國民黨內餐是柯侯 柯侯這一組贏的比較多 侯侯這一組贏的比較少 我贏比較多 我還要讓你 還要讓到六趴 所以你知道 知道說柯文哲這一次 這一次是有備而來啊 完全是有備而來啊 所以國民黨後面的路啊 還有的 靜平你還不用生氣 你們還有骨頭要吃 可是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的肉被吃掉之後 現在骨頭也要被這個柯文哲 大切 柯文哲一刀要切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國民黨藍粉裡面 那個要一定要下架民進黨的那批 昨天早上這個消息傳出來 昨天中午到下午 這個國民黨中央黨部跟這個侯銀 侯伴還有這個各地方的幾乎都被打電話 打爆了 然後藍營的支持者全部都憤慨 打爆內容是什麼 罵柯文哲 罵國民黨不要這麼不知這個好歹 自己選自己的 不要再去跟柯文哲合 終於把國民黨的黨婚 可是國民黨到現在 黃華剛七十二劣勢的黨婚呼喚出來了 國民黨到現在都沒有有效的反擊啊 我剛剛來錄影的過程當中 聽到有人在訪訪問那個葉元智 葉元智才說我相信會合 你看我們有這麼大的爭議 所以我覺得你看 雖然近平這麼生氣 可是像近平這麼生氣 然後敢喊出來的國民黨 到底有多少 看到柯文哲邪惡的人有多少 因為黃近平沒有要選立委 所以站著說話不腰疼 現在大家就這樣講 所以會有兩樣情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非常邪惡 柯文哲之前十五號合了之後 你知道他去上節目 都怎麼跟大家講 我被罵藍白河 是因為我希望台灣好 我希望國家好 那依照剛剛近平講的 這六份民調 不管是一比五 或者是三比三 你們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講啊 你如果為了台灣好 有什麼不能談 我做總統台灣才會好 是 我友誼不行 只有我柯文哲 然後柯文哲說 你們吃人夠夠 然後他妹妹說 你三個穿破的 去我們這個穿破的 他什麼時候請炒錢 他什麼時候穿補錢 而且國民黨 國民黨選總統要花一百億 柯文哲選總統不知道要怎麼 你們都不分區要標價 錢的事情 他們現在就要自己回去傷腦筋 他旁邊的人可以幫他募款 OK 你現在就自己去傷腦筋 不要講那麼多